嗨大家好,我是喜欢用过期花短品的Koi 最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因为疫情的原因被隔离在家呢 我就是其中一个被隔离在家的人 如果说一直隔离下去的话 那可能会面临失业的风险 那面临失业的话 就必然要面临消费降级这个问题 就这两年我已经在进行一个消费降级了 主要是在用护肤品的方面 除了眼霜和防晒以外 我其他用的基本上都是小样 那小样的话我觉得跟大样没有什么差别 那只是说它价格比较便宜 如果出去旅游或者说出差的话 用小样真的是比较方便 如果说在彩妆方面消费降级 应该买哪些彩妆呢 那我今天就精选出我手头有的一些 平均价格可能不超这50块钱 大多数是日系的一些开价的彩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先从底妆说起吧 底妆的话这个其实性价比还蛮高的 它是一个欧美的一个化妆师品牌 那它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60多一个吧 这个本体呢它非常的丝滑 而且非常的滋润 它有一定的遮瑕度 但是它也很容易氧化 在欧美化妆师品牌里面 其实很多粉膏都非常的优秀 不太容易氧化 但是这个品牌可能是因为价格比较便宜吧 它可能就会氧化 而且它洗完脸之后 就会发现脸部的暗沉 那我买的一个色号是比较偏白的一个色号 它涂开来其实有一个柔胶弱化毛孔的效果 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持久度不是特别好 毕竟价格摆在那里也不可能要求 它有多好的妆效对吧 一分钱一分货 但我觉得它总体来说 妆效啊还是遮瑕度啊都还不错 性价比非常的高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上说到下吧 那首先说的是眉笔 眉笔这个我推荐资深潭的这一支 这一支的价格很便宜 只要十几块钱吧 我买的是一个灰色的 比较气候我发色的颜色 那这个资深潭的话 其实我用了很多年 它这一支眉笔的话也非常的耐用 一支的话可能可以用上一年吧 怕的地方就是得用卷笔刀去削 一开始用我是觉得还蛮好用 但是后来我用卷了我慢慢发现 它其实不是那么好用 因为它其实它的一个顺滑度还是不错的 比起植村秀的那个砍刀眉笔 需要有润性 那它跟它就相反 它就是其实在脸部比较干燥的情况下也很容易上色的 那它的缺点就是很容易脱妆掉色 就是比如说你的眉毛会出油之类的 它很快就掉了 而且如果说你的刘海打住了你的眉毛 你用了这个眉笔 你的眉笔也是很容易掉的 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嘛 就可以用上一年吧 然后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接下来说眼影的部分 眼影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便宜的开价的 不超过100的 可是低于50的眼影可能就比较难找出好的 那大家都知道倩力是开价中的战斗机 可是还有比千里更便宜的 那就是这个千副链 千副链应该没有比它更便宜的一个开价品了吧 它这个双色的眼影价格要35块钱 而且这个紫色非常的好看 我之前一个视频里面我有用过这个紫色的眼影 然后我加了一个亮片给大家试试看一下 这个眼影的粉质非常的丝滑 它非常的好上色 在这个盘子边看起来好像粉质有点差 但其实它上手你摸起来 它是那种很丝滑的感觉 它上眼的话也是非常好晕开 大家不要看我这个搞得坑坑娃娃 其实它的一个顺滑度是非常的好的 这个眼影还有一些绿色棕色 但是我就没有收 那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眼线的部分我还是推荐卡妹的这个眼线笔 那这个眼线笔好像是5-60就可以买到吧 它很好用就是因为它很顺滑 它画起来真的很滑 而且它完全就不匀 真的很好用这个眼线 就是万年推吧 价格又便宜又好用 腮红的部分就是要推荐的是这个 SweetSweet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小顺的颜色 它这个也就5-60-60-70吧 但是这个粉质的话非常的好 它晕染的非常均匀 然后呢重点是它这个刷子啊 真的不收装柜的刷子 它这个刷子的毛质非常的好 根本就不像开架那种刷子的很劣质的那种毛 然后它这个粉质呢 不算是说几度细腻 但是也还不错 我在铠甲里面 主要是它这个粉质非常的好晕染 它晕在脸上的话 不会有什么色块出现 然后我觉得不知道用什么的话 就是用这个腮红 就是非常的通勤 非常的日常 它非常的有实用性 而且又很偏密 那最后要推荐的就是口红的部分 口红的部分我推荐的是欠丽的这个唇膏 这个唇膏价格好像是三十几块钱吧 然后呢 我觉得它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它的质感也非常的好 不属妆贵的质感 我觉得它不属小香 它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奶茶橘色 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唇膏的一个妆效就是这样子 非常好看的一个 非常圆系的一个颜色 可能说因为它滋润度很高 所以它持久度也不很好 但是我觉得在开架里面 它这个已经算非常不错了 性价比非常的高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